我是绝对不会去见初恋情人的陈小姐 天堂电影院6月11号开始供应 这次供应的版本为124分钟 导演向全体中国影迷喊话 我要说句老实话 这部被风味经典的作品 其实已经不太符合当今中国观众的审美节奏了 尤其不合当下中国年轻一代的价值观 所以本期视频我要说 这是一部被高估了价值的作品 现在就跟着我顺着影片的剧情进入深度解析吧 萨瓦多已经是功臣名就的大导演了 一天他在家乡的母亲四处打电话找他 就为了转告一声 家乡一个叫Evred的老人去世了 萨瓦多已经整整30年没有回家乡了 接到消息啊 往事涌上心头 整部电影展现的就是意大利二战后期的小镇生活 写一个大导演的童年回忆与少年恋情 小镇上的神父负责电影的审片工作 天主教国家叫魏森严 不合时宜的镜头统统剪掉 导演对小镇生活的处理 尤其是对人们观影生活细节的描绘 处处带着漫画感 为什么呢 原因会放到视频后面来解释 Evred就是前面开始说到的去世的老人 是这个小镇上唯一的电影放映员 片中他与小偷偷之间建立了如父如子的情感 手摇临界终身 这是一个以相似性物件的衔接来转场的剪辑方式 我们看到小镇的全景 我非常迷恋这样古朴的 很有人文味道的欧洲小镇 请记住这个广场 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 它的影像原点到底住在哪里 我的观众都是骨灰基因 所以我视频就剧情带过重点解析 希望看完这一集 你对风神的托纳多雷 以及他的作品有全新的认识 影片中这个放映机的窗口 显然是精心设计的 在这一个展现小镇生活的镜头中 与它造型呼应的是泉水的出口 意为光影艺术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着如同生命源泉般的神圣地位 影片最好的地方 就是细致如微的刻画还原了二战后 意大利小镇生活的具体内容 了解大家如何看电影 是导演被拍出生活质感 找到的一个最重要的 最聪明的支点 小Toto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放映室 透过小小的窗口 她看到了世界 Toto总是缠着Efrido教她放电影 所以片中这个小孩 日后成了世界级大导演 因为从小她就会迷 娱乐生活严重匮乏的小镇居民 在天堂电影院中一起哭一起笑 从这个角度看 其实Efrido才是矫正真正的father 你懂吗 对于生活的生动还原 是这部影片最大的优点 我们看到那个时代 男孩们通过电影得到兴起门教育 成年男女借着影院的黑暗美目传情 一部电影看到每一句台词都背得出来 男人们在电影院相互捉弄 女人们则是通过看电影 领会时尚的风向与潮流 荧幕上的这种种细节 真的非常像七八十年代的上海 全世界都说意大利人像上海人 荧幕上的小镇生活细节 时刻接通我对上海弄堂生活的记忆 大人追着打小孩 女人们拼铃泡浪抢水龙头 我们挥别转学的小伙伴 华灯初上 密度最好的时候 天色如此迷人 还有记忆深处的 这部作品最好的就是这个第一大段 导演为小镇生活 找到了一个个独特的鲜活的荧幕形象 一个戏啊 有没有艺术魅力 就在于独特的形象的多少 这句话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谢金导演说的 托纳多雷在小镇生活的段落中 一次一次找到了有趣的规定情境 所以啊 电影院的戏即使放到今天 你还是会觉得很好看 荧幕上放映的那些老电影 串起了部分电影史 这是小朋友们在看好莱坞西部片 1939年的关山飞渡 这是大家一起在看早期的恐怖片 华生博士 遇到五六五做个联盟底营啊 几个小镇之间共用一盘胶片 还要踩自行车跑片 看了一半跑片味道 这种情况 我相信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一定是记忆犹新 这些极富生活质感的场面 直接影响张艺谋拍了他的那部一秒钟 往前翻视频 我骂过的 某一部电影大受欢迎 直到影院关门仍然有大批观众滞留 艾弗德施展了神奇而浪漫的魔法 正当大家为露天电影欢呼的时候 老视胶片放映机因为长时间使用胶片起火 大人们的固执逃命 只有小托托勇敢逆行 小托托救了艾弗德一命 从此 这对类父子关系的妄言之交 成了生死之交 艾弗德失明了 托托接替了他放映员的岗位 影片后半段主要讲少年托托的恋情 叙事节奏比较慢 时隔30多年 凭良心讲已经不是当代神美的节奏了 而且对比导演另外两部风神的 海上钢琴师与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更加可以看出这部早年作品叙事上的 拖沓与稚嫩 当然124分钟的公运版本会稍微好一点点 托托的成人礼 也是在电影院的地上完成的 成人礼后 少年遭遇了他的女神 银行家的千金小姐与屌丝的恋情 不被家人接纳 这一段 明目上的老电影连续两次起到了戏中戏的隐喻作用 这一部是1954年的尤里希斯 故事源自古希腊的荷马史诗 讲的是尤里希斯挥别故乡与棋子 远赴特罗伊城打仗 被困在他乡 以凡人之躯对抗海神 任何磨难 任何诱火都难以撼动他要返回家乡 回归妻儿身边的坚定宏愿 从此 在西方文化中 尤里希斯成为归途艰难与忠贞不渝的代名词 你了解文化原点 你就能读懂托塔多雷在托塔的这段苦恋中 为什么要植入尤里希斯 其护文性是不言而喻的 最终托塔还是失去了恋人 带着巨大的痛苦去了罗马 虽然他之后有过不同的女人 却始终走不出初恋的痛苦 这也成为他一生创作的利比多来源 这也不是我说的 这是弗洛伊德对艺术家创作原动力的剖析 伤痛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所以不要再骂陈凯克拍不出好电影 你们应该读懂 这说明他过得还蛮幸福的 他不痛苦 托塔与艾莲娜分别的戏 托塔多雷再一次植入了一部影史经典 是安东尼奥尼的《呐喊》 这边字幕信息全错 请字幕族提高电影师的修养 《呐喊》讲的又是意大利小镇上 一个男人挥别自己的恋人离乡 此后一生的漂泊之路 遇见了各种羽人 却始终无法投入人心 最终他踏上了回乡的路 又是一个护文性极强的故事 完全就是托塔之后30年的人生 30年过后啊 托塔已经是世界级大导演了 正映了我们中国的那只故事 少小离家老大回 相应被改并茅催 在174分钟的家长版中 导演剪进了一大段 他与初恋重建的戏 虽然把两个人当年分别的原因 交代得更清晰了 但是也破坏了这份美好 初恋男女啊 怎么能相见呢 初恋是绝对不能再见的 还离那么近面对面 开灯看 还啪啪啪了 简直是烂片好吗 124分钟供应版 一刀剪掉 嗯好多了 当年Evrede确说 女孩放掉托托 因为她觉得 托托值得一个宏大的前程 而不是像自己一样 一生都被困在一方 小小的放影窗口 但是你要知道 影片是诞生于1988年的 写的是二战后 这种主人公 包括导演自己 曾经的小镇心态 其实已经与中国当下 年轻人的价值观 不怎么契合了 当代中国青少年 生长在一个 安逸的和平盛世 我们的下一代要考虑的 不再是战胜贫穷 勇闯四方 打鸡血似的 离乡背景 在大城市混一个体面 小镇居民现在真的 还想扎堆往大城市集吗 没命的打工挣钱 只为了在大城市 买一个一居室吗 据我所知 90后们真的只想躺平 或者换一句话说 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一样 更残酷的是 即使奋斗一辈子 可能大部分人 还是买不起 一线城市的任何一间房 这个时候 我们会重新思考 生活的价值 生命的意义 小镇的平静 安逸 倾压 反过头来变成了 新一代向往的生活 所以我说 每个时代的状况不一样 过时的价值观 并不一定能够 激起当下观众的共鸣 至少我就拒绝三台 只想过平静的小镇生活 最后我要来说一下 托纳多雷 这个费里尼 中粉的粉丝行为艺术 如果你熟悉 费里尼的作品 你绝对会发现 托纳多雷 最好的三部曲 完全就是 费里尼电影的 变奏曲 你看出来了吗 天堂电影院的 托托 就是费里尼本人啊 费里尼自己在自传中写过 许多年后 她回到了家乡 找到了当年小镇上 她曾经迷恋的女人 天堂电影院中的 托托 就是以费里尼为原型的 是粉丝托纳多雷 对偶像的顶礼膜拜 我现在给你们看的 这部是费里尼的名作 阿玛科德 还记得天堂电影院 一开始我给你们看的 那个小镇全景吗 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眼熟 这是费里尼 镜头下的 意大利的小镇生活 这是费里尼 塑造的小镇妓女的形象 这是费里尼塑造的 小镇神父的形象 这是费里尼拍过的 小镇课堂 阿玛科德里面 写一个少年 暗恋小镇上的 成熟女人 镇花 二战来了 纳粹精神 女人沦为君记 托纳多雷 把这段拿出来放大 拍了她迄今为止 最好的作品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大红大紫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啊 其实西西里 是借鉴之作 原点在这里啊 再来看一下 阿玛科德中的 这一组镜头 你又会想到 托纳多雷的 哪部片子呢 很明显是吧 阿玛科德是费里尼 大师最重要的 作品之一 基本上也是 她的自传 她幼时对 马戏团情有独钟 所以她作品中的人物 总是带着 那么点漫画式的 戏谑色彩 所以托纳多雷 在早期模仿 她的首饰的时候 也情不自禁 用在了自己 所创造的人物身上 小镇的相仇 是费里尼 一生都无法 摆脱的情怀 她的一生 还费里尼 天堂电影院 第一次引进 中国内地公映 如果你没有看过 这部经典作品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 去影院看一下 但是如果你看过很多次 你刷到这一期视频的时候 希望你对这个导演 以及这部作品 有全新的认识 我是永远不会去见 初恋情人的陈小姐 也不见任何一个前任 感恩分手 我才有现在更好的自己 下半年我要开设 一档全新的栏目 在这里我征集一下 新栏目的片头设计 有创意的 会做片头包装的粉丝们 可以私信我 丰厚的奖金回报 等着你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